近日,有媒体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姚迪与一男子举止亲密的照片,瞬间引发热议。 当天,姚迪打扮十分低调,他静止走到车前,直接上了车,而他的好友们似乎并没有打算立即离开。 一群人围在姚迪的车旁聊着什么,让人意外的是,一位光头男性突然上前捧着姚迪的脑袋,吻了一下他的额头。 随后满脸堆笑地揉了揉他的头发,这一系列动作显得格外亲密。 毕竟姚迪是有福之父,所以两人的此番互动不禁令人浮小连篇。 消息一出众说纷纭,还有网友表示姚迪和老公在各玩各的。 据悉此前,姚迪的富商老公同样被爆出绯闻。 深夜聚会结束后,他与易打扮十分性感的女子亲密地挽着手,两人一路有说有笑。 不仅如此,姚迪的老公还让助理买了一束花带上车,想必一定是送给该女子的吧。 当时有无数网友嘲笑姚迪,还总结了一句绿人者,人横绿枝。 本以为结婚后的姚迪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,没想到她和富豪老公的感情却如此一波三折。 不过还是希望此番事件只是乌龙,希望姚迪能够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婚姻,好好生活。